响应公司关会员工政策 要给最困难的员工 真获补助两千块钱 说说你们真实情况 还敢随机困难一些 马总 我太惨了 你看 我家附近都是高楼大厂 唯独我家还是钻瓦平房 每年雨季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雨 下泥草湿 搞得我年纪轻轻就有了老韩队 太惨了 快拿到这个钱去买药吧 骗子 马总 虽然他住在钻瓦平房 但你放他仔细看看这个字 这个地中有这个字 简直是一字牵引啊 好你个千代 男主谎言 滚蛋 哎呀 马总 我每天都吃了爱人的脏脱 验不下去送炸白菜水梗下去 这两千块钱能改善我印钱的伙食了 快拿去打牙筋吧 别要做了 我心里搞鬼 马总你看 膜里面夹的都是暴雨海鲜 白水明明就是茅台 海鲜不是谁有 你也跑跑通货了你 都没有我才啊 我家住在荒山野里 我不仅没钱买交通工具 连坐公交和地铁的钱都拿不出来 每天上班都要翻山越岭快和游泳 还要一步整十多公里 你就吹吧你 怎么证明啊你 你看我这建筑的肌肉 这就是我每天翻山越岭 运量这么打最好的证明 这么幸福 还每天加持在上班 感动 这个钱你拿去每两天都知道 他每天翻山越岭快和游泳 确实不讲 但他却不是唯有来上班 而是唯有锻炼身体去参加比赛 你们看他的柜子 全是他参加铁人赛项获得的金牌 每块都是24块纯金 随便卖一块都够吃几个月了 他哪里困难了 不是我们都拿这个钱难道你拿吗 你以为销棍还想要不借什么 为什么是销棍 还不是因为家庭困难被迫营业吗 你们以为我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 体验奔波老泪吗 你就不跟他撤了 还是我最困难 还是我最困难 我算是看明白了 全公司最穷的就是我了 你们平时说我扣门 你能以为我真的想那么扣吗 还不是因为我穷 这个钱我就自己穿着了 你们洗洗碎吧 上班时代不许好好买车 现在的焦头接耳 真是一平二百五 那小廖劈腿的应该是 下次再说 小廖劈腿 来我来来我来 小廖包的那个舞蹈班 每天都披萨鸭腿 十分辛苦 让其他无聊 给小廖劈腿老师长得特别漂亮 因为他也是特殊照顾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我怕你讲口口了 我请你俩扑水 你继续 因为老师觉得小廖有天赋 是个练武器材 给他特殊训练 让他代表舞蹈班参加比赛 无聊 但据我所知 小廖每天都要和舞蹈老师回家 哎呦 哎呦 小廖劈腿的舞蹈老师一直在平均吗 嗯 还有一个更劲爆的家属 你要听吗 有有有有 一百块钱说我要提张紧 他们都付费了 你呢 最后小廖发现舞蹈老师是他的客户 当时买车的时候 对小廖一见钟情 所以他一手撤划了后面的各种偶遇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在开会吗 哎小廖 听说你一个漂亮的舞蹈老师客户 你害怕带回家了 你是个舞蹈老师的 快教教我们 啊 怎么可能 我的客户都是男客户 我倒想一个美女客户 木子 你这个江湖骗子 乱编故事 退钱 不用说小廖是他吗 全世界只有他一个新廖吗 真是个经济之丸 你们知道木子明明深居一点 却总是把自己打扮成男人样子 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嗯 那是因为曾经他去泰国的时候 不小心 哎 两百块钱结束 VIP张杰 拜拜 罢了 哇 你 你怎么 你现在我们上次有没有道德呀 怎么生小孩呀 哎呀 姐 你两个小孩在我们这乱炸东西呀 小孩乱炸说什么花样 顾客就是上帝 你没看见你把我们家宝宝弄酷了吗 快给我们家宝宝道歉 要不要投诉你 就是 连小孩子都要欺负 你还是不是忍 难怪连车都卖不出去 姐 别在这铺地方看车了 去我们隔壁新的人员看看 你这宝贝可以在我们那儿省一遍玩 同样是销售 差距了这么大呢 我们走 这边请 你什么意思啊 当着我的面抢我客户啊 我好想帮你支开熊家长和熊孩子 你还这样说 那行吧 我去把他叫回来 哎呀 我错了 这次是我没反应过的 我欺你一个人情 姐姐 请喝茶 你不带我去看车吗 哎呀 不用看了 待会直接买吧 不看怎么买 完了 发离票了 哇 哇 牧师 全公司上下只有你在摸鱼 你看看大家都在认真工作 你好意思吗你 你看到的只是假象 什么假票 也行吧 今天325我就去帮你打个假 你觉得小李正在干嘛 很明显啊 他每天都这样忙着着和客户穿衣服 你看 我敬虑啊 看来你真的是眼睛瞎 这人分明不是客户 而是他的女朋友 你每天都以带顾客看车的名利 带你女朋友来免费称公司WiFi 推公司的空调 还借着顾客的名利 吃公司的工作餐 完全把公司当成你们的约会场所 我 我们配合的天衣无数 你是怎么发现的 还天衣服 你自己看看你们的腿 这是你们长期以来在公司的消费账单 马总请过目 哼 从你公司里头 你看 这个人就在这呆住了一天 什么事也没干 就等着下班了 马总 我的客户每天都这个点下班 还有空给我谈业务 所以我从未准时下班 每天都在加班 嗯 对的 他总是我们公司最晚下班的那一个 真的非常爱耿敬业 你懂什么 他才是真正的摸鱼高手 谈业务哪不能谈 非得在公司 他晚下班 只是为了错峰木堵车 还可以明智眼神拿加班费 不是 口唆误评能拿到证据吗 证据就是 你这个月一辆车没卖出去 阿总 干脆给他换个岗位吧 嗯 这啥呀这啥 以后晚上他就可以明正言顺留下职业班 而且再也不用担心卖不出车的问题了 哦 嗯 木子 摸鱼的都别处罚了 难道你打游戏摸鱼 就不应该被处罚吗 谁说我打游戏就是在摸鱼 我这也是在给公司创生 打游戏还能给公司创生 感谢你带我打上网子 按照约定我来骑车 这边请 哥今天又来买车啊 买什么车啊 我和我老婆过来坐保养 我先过来休息一下 哦 这边坐 你这死骗子 你之前怎么跟我保证的 我怎么了 来 和老娘过来 你不是记忆了吗 那这个打火机怎么回事 你看吧 我都跟你说了瞒不住 他为了给你买新两块 宝宝省痣俭用的 舍不得给自己买新衣服 穿了这么多年的衣服 全是线头 每天只能用打火机 跑一下继续穿 怎么可能 你也太扯了 我从来就没见过他衣服上 哪有被漂摸的痕迹啊 他怎么可能让你看到啊 漂的都在衣服背后 你看 他真的有这么多啊 怎么还是烫的 好像刚刚被漂的一样 衣服漂这么多次 都不透气了 都热得他烫熟了 对对对对对 那你这车上发现了私房钱 你怎么解释 哇 哥 你这穿一个太厉害了吧 他居然能想到 把车子当成存钱贯 将自己衣服都舍不得买 而省下的钱 全部存在车里 三八九个车存在之后 开到你面前打开车 哇啦啦啦啦 哇啦啦啦 我眼睛是买车玫瑰 你是买车信心啊 这三十的现实主义要买二千啊 对对对对 老公我又错怪你了 你怎么这么好啊 哎呀应该的 哈哈 哇 谢谢大家